回去大时候随访就这么简单 不是 它包括了一系列的社会人文的关怀 而且这个关怀是包括双项 病人家属 三项是这样 病人家属 以及医务人员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在国内的就是非常欠缺 你看看那些国内的医生护手 我觉得真非常Terrible 连轴转 没有人接班 只有张文宏医生还说的 张文管医生 说到就是说你要学班 几个小时你必须得下来 你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很闷的 你在高强度紧张状态下 连续工作四个小时以上 人肯定会burn out 你叫burn out 实际上就是消耗殆尽了 你的精神状态 这种情况 你也不会提供更好的医务服务的质量 带来很多的这个病人的危险性 所以这个精神治疗非常重要 而在中国呢 这一方面的教育呢就相对的比较差一点 所以这个呢 我相信呢在居家的过程中 我们也都面临这个问题 长期在家里待着没有工作了 失业了 这个两天哪也去不了 就是在家大眼瞪小眼的 这个过程中怎么样能够让心理调节 保持心理健康 这个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尤其在于亚洲人群 我们对于心理健康这个问题呢 比较忽视 不仅仅是普通人群 即使包括那些医生们 实际上在我们由于受到的教育 是国内的那种教育 而来美国以后 虽然完成了病 完成了这个住院医生的培训 但有的时候呢 由于忙于这个临床的事务性的东西 这方面的关注就会少一点 甚至对自身的 包括自身家属的 精神健康的这种关注呢 都会被忽略 所以这个东西我相信 我想在今天呢再强调一下 因为在西方的这些老牌杂志上 你每一期都能看到 关于精神科的这些问题 不谈的就是就近期啊 我说关于在疫情期间的 谈疫情的问题 他都谈到这些关于自杀 比如说这个自杀问题 很多病人到最后他觉得无望自杀 你看国内报道的多悲惨啊 他也都回不去了 小区也不让进了 家里都害怕 就老的老小的小怎么办 就会跳河巴 跳了这么高铁 跳什么这个天桥 死了算了 或者是一家人他好了 回去一看一家人死了 就上吊了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样能避免这种次生危害 避免这种精神创伤 精神创伤造成的死亡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整个 公共卫生的一部分 不是说是你医生 把病人赶出院 就算为止了 这个是绝对不行的 在西方呢 你这个病人出院 我要安排社会工作者 social worker 护士 定期随访 到家里探望 等等 而且是热线电话 有什么问题 你及时反应 发现病人在电话里交谈 或者是随访过程中 有自杀念头 或者有抑郁症的情况 都要及时处理 这都是医疗的一部分 公共卫生的一部分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觉得 也就是我以前说呢 中国现代医学跟美国差 差的差远 就是一个带 一带 两带的差异 代沟 在这方面的关注 所以你包括那些医院的院长 书记们 你哪顾得着自己病 医生的护士们的 这个心理健康啊 就当罗马用啊 那都是看 那我就是觉得呢 简直是非人类的那种 实用这些医生护士 包括李文广医生 他死的那个医院 中心医院的那个院长 那什么东西 叫我说都是畜生 畜生都便宜的 所以这方面 当然是官僚了 但是就我们普通医生来说 或者是老百姓来说 应该认识到 精神健康 是一样重要的 WHO对于健康 这个词的定义 包括了三方面 physical mental social communication 意味着就是 你这个人健康 并不是说不生病 我没感冒 我没肿瘤 我没心血管病 这就叫健康 你在医生健子之后 你整天酗酒 抽烟 精神障碍 跟回家打老婆 家暴 或者是要不就是工作 不顺心了 整天吃不下饭 闹着睡不着觉 头发大把大把弱 这都属于精神障碍 这都属于精神疾病 那么进一步 你抑郁了 你跟人也不交流了 或者要不就是 anti social 反抗社会 出去跟人家打架 甚至杀老板 杀同事 这都属于精神障碍 犯罪是犯罪 但是有时候犯罪 跟这个严重的疾病 最后导致的犯罪行为 其实有时候是 是密不可分的 是有相关关联性的 并不是每个人生来 就是都是犯罪 都是罪犯 他有时候罪犯 他是有心理因素在那 是心理因素 一种最后的积累的过程 都有的 而且他都在这之前 他都会有一些先兆的 就看我们怎么样会的 同样这就牵涉到 我们怎么样能认识到 这些问题 不仅仅是医生护士 而且包括我们 每个普通民众 好吧 至于在这个疫情中 人权问题 我就想算了 中国那个政府 那个德行 说这玩意也没用 整天监视人 那个导致到处摄像头 现在来说是用扫码的方式 来鉴定你是否走 这个感染 或者从疫区来等等 来限制人 导致的那个就是 怎么说呢 你就是完全就是 1984的那个描写的那一套 你时时刻刻等于是赤身裸体 被一双眼睛在那监视着 甚至一弄就可以把你全家 都给你给搞起来 强行隔离 而且你看那警察 就因为人家坐在私家车里 没戴口罩 把人家拽着脖子拧出来 把人家脖子拧断 当即就把人拧死 这都是什么东西 他是死对吗 他就无非就是没有听你的话 还争辩了两句 就把人家脖子拧断 这都是没法说 所以说这个玩意也没用 我就是提一提 可能让大家在这方面有所认识 下一个问题呢 我相信呢 王医生跟我都会有共同的感受 那么就是说 在这个疫情中 我们怎么样的提升自己 我呢 那就是利用这段时间 就大量阅读了 这书架 几大书架的书 很多要买了闲书 很喜欢看的 但是平常忙于事务 忙于生计 不不着看 这会儿有时间看了 看了最多的是什么 公共卫生 精神方面的 这个医学与艺术 公共卫生啊 精神之后我们今天就不说了 或者说了一部分 我想谈谈艺术 艺术与医学的关系 在西方现代社会 现代医学 尤其这几年 充分人们意识到一个问题 在医学教育中 我们培养的医生 能够看CT 能够看显微镜 能够用使用心导管 能够用最简单的robot手术 但是我们失去了很多 失去了什么 人文精神 失去了跟病人的那种 intimate的交流的这种感情 我们就是一个术者 匠人 这是我们医学的一个失败 实际上 我希望导播能不能把那张图 Doctor那幅图给播出来 导播在吗 拨不出来那应该就算了 拨出来了 好 拨出来了 这个 这幅图 这幅图 这幅画 油画 是一个很有名的油画 这是一个英国的画家画 在美国 很多的家庭医生 私人开业医生 不管那是专科 心血管 胃肠 办公室里 往往都会挂这幅画 还有其他 当然还有其他的画 我会慢慢介绍 今天就谈这幅画 这幅画是一个很有名的一幅画 Doctor 这幅画画的是什么时间呢 上上个世纪 传染病期间 没有抗菌素时代 抗菌素之前的这个时代 一个孩子病 垂死状态 一个医生 就坐在他的床边 陪着这个医生 陪着这个孩子 一盏油灯在那照着 照着他的脸 照着孩子的脸 阴影里站着是 孩子的父母亲 父亲一副无助的样子 耸在了肩 完全没有任何的 而母亲呢 更无助 那就最 哭泣着 趴在那的husband的头上 他们处在阴影里 几乎看不到他们 也就是说 他们是可有可无的 窗外 透露出一丝 黎明的 光芒 这个主题 这幅画你一看 你就立刻就会定格在 那个医生的脸上 医生穿着深色的西装 坐在一个破椅子上 这一家人的整个的环境 你一看就是很贫穷 这个医生到这个病人的家来看病 给人家孩子看病 孩子躺在床上 非常无力 沉睡着 灯光的照着他小胖脸 小圆脸上 一双手呢 无力的搭了 很显然这个孩子很重 但是 这幅画体现出这个医生 衣服严峻 带着无奈 又衣服很同情 又用他那双手支撑着 他那大胡子的下巴 坚毅的面容 表现出他的一种 authority 一种尊严 权威 但是我们也知道 那个时候他没有什么治疗方法 没有药 顶多叫病人喝点什么 杜松子酒 什么喝点热茶 喝点鸡汤 等等 热服热服 冷服冷服 对症处理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对症处理 但是这个医生坐在那 陪着这个孩子 这幅画体现出什么 仁爱 体现出这个医生 对这个病人 我没有什么任何办法 但是 我和你在一起 我关怀着你 我和你在一起 我陪着你 哪怕你最后 我没有办法 挽救你生命 你走了 我陪着你走 我陪到你走的那一刻 这幅画 当时他攻展了以后 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反响 不仅仅是在医学界 整个社会 看到这幅画 都很感动 民众说 我们在这幅画上 看到了 什么叫医者人心 什么是职业精神 在这幅画里头 充分地体现出 一个医者 即使他到了 一个病人的晚期 他束手无策 没有任何 挽救的办法 的情况下 同情 关爱 这是最后的一条 给病人 给他的家属 安慰 这幅画 同时他用灯光 来表现出来 因为其他周围 都是很灰暗的 他又在一个 破小屋子里头 特别是很穷的一家 就一盏灯在桌上 用灯光表现出 这个医生的 坚毅的面容 充满同情的眼光 看着这个孩子的 似乎那个孩子 每呼吸一下 他都看着 他的那每一丝 呼吸 看着他的每一声 叹气 甚至喘微 孩子的脸呢 也被灯光照着 这是一种浴室 而且窗外的灯光呢 曙光呢 也开始亮起来了 也就是说 已经到了黎明 这浴室的 这孩子可能会再恢复了 带来了一丝的生机 给人 这幅画的含义很深 而且受到了非常高的 褒奖 所以这个画家 最后他的前面 名字前面 带了一个 是一个寻举 意思就是说 这是国王 女皇 加冕的 就是说 每年 这个美国 这个英国 王石 他要加冕一些 这个平民 因为做了 杰出的医学啊 或者是人文啊 或者是体育啊 贡献 把他风味 寻决 这是一种职位 现在他没有什么财产的 这种财务方面 上面的优惠 只就是一种名誉 就像美国 每一年在林肯 这个肯尼迪中心 要颁发这个自由寻 自由寻章一样 那是美国的最高寻章 总统亲自颁发 每年有几个人 麻油油啊 像这个 这个写那个 这个作曲家 写猫和那个 Phantom of Opera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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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著名的作曲家 包括很多 著名的电影远员啊 体育运动者 都得过这个寻章 这个 这个画家最后就 他就是 他名字前面就叫 就是斯尔了 是很有名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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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画家 那么当时的这个 英国医学杂志 上面有一篇社论 其中一段话就说 这幅画体现出 展示出一个 诚实的人 一位绅士 他尽力去解除 病人的痛苦 这幅画 给我们带来的 所展示的医学 医生的职业精神 那种精神 温暖着我们的心 给我们带来信任 和一种 情感上的 一种爱 而这种感觉 是一座图书馆的书 都不能描写的 对这幅画 这个医学长 BMJ 就是British Medical General 这是非常老牌的一个杂志 那个社论 就凭这幅画的时候 给了他这么高的 一个崇高的地方 是非常 有名的一幅画 在很多的美国医生的 办公室都会挂这幅画 他提示着我们 什么叫职业精神 什么是医生 什么是我们 应该去做的 在我们真的到熟 到毫无措施 没法再治疗下去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 对待病人 对待我们的病人 这个画家叫 Lube Fields 1843年到1927年 他就画的这个病人 这个医生呢 就是威克多利亚时代 威克多利亚时代的 一个家庭医生 尽管这幅画 本身还有一些争议 但是呢 这幅画在这个医学史上 在人文史上 在绘画史上 不是留下了一笔 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到 这幅画都会熟悉这幅画 而且尤其像我和王英雄 我们对于很多美国医生 在美国受训的医生 都会被这幅画感染 我看到这幅画 我是非常感动 非常感动 而且呢 最近呢 我也读了很多的这个文章 就是关于艺术教育和医学教育的 这些关于这个文章 艺术 就现在就美国医学院 包括哈佛 各大 康奈尔 恩外佑 霍布金斯 都开设艺术与医学课程 让这些医学生 到医学艺术博物馆 熏陶去 做到那儿 你就给我看画 Visual Modern这个艺术馆 现代艺术馆 就给我看那些Visual Arts 通过这些艺术的熏陶 听歌剧 听各种各样的这种Bruce 等等 来培养一个医生的 艺术感 这个艺术感 能够熏陶一个人 带来更多的爱 更多的博爱精神 对你 了解人 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 不同的社会的这个 这个 各个阶层的人 你的病人 病人的家属 是有很大帮助 尤其当你遇到一些 Tough patients 很难跟他们沟通交流的时候 由于他们的生活的因素 精神状态的因素 酗酒 Drag 等等 这些时候 更难交流的时候 你们怎么样能跟他交流 爱心 是唯一的最后的一半 否则你就是一个机器人一样 所以我为什么非常讨厌 马云这个人 他就是号称 21世纪 医生事业 我的这个什么 这个AI啊什么东西 就完全取代医生 那么放狗屁这个人 我就想问呢 你老婆生孩子 你希望 是不是希望一个冷冰冰的机器手 从你老婆的肚子里 把这个孩子拽出来 你自己那么新导管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一个机器人 给你用金属的声音 给你插完了管以后 然后就回来说 OK OK No problem Stay there 就算了 这个蠢货 他自以为聪明 他根本不懂医学 什么叫医学 他不懂 就他们有钱了 有钱他就成大爷了 又拍什么 跟武打的人打呀 一个漂亮小丑 就是我说的 就他们除了有钱的 别的没了 一有钱就在装孙子 这种人非常垃圾 非常低劣 我就没看过 他说说哪本书 好书 他看过 比尔盖斯 每天 每一周 每一个月都会给别人推荐五本书 我就没见过这个马云给什么人推荐过 好 一本好书 整天他自己的装逼在那 说这个 做这个讲演 那个讲演 说医生失业了 我倒不是说他因为 说医生失业了 惹了我 惹我毛了 而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发现这个人 他对医学一点都不懂 他还要擦足医学 还要说医生失业了 用那些机器 AI来取代医生 他根本不懂 什么叫医生 什么医生的职业是干什么的 医生对待的是谁 所以美国医学院 这些头牌的医学院 现在都注重了人文科学的教育 Art and Humanity 这是必修的一些课程 而且选这些课程的医学生越来越多 而且很有意思的一个统计就是说 美国医学生 医学院招生 那些从以前是学Art的 从Liberal的 他们的最后行医 一点不差 甚至优于那些学理工的 数理化贼好的 那种 那种学生 然后进了医学院的学生 这些人一点不差 我个人都有这种体会 我在支大上 支大上这个 这个做Fellow的时候 那个Chief Resident 扛着大肚子 39岁了 第三胎 当Chief Resident 我当时做Fellow 比他高一级 晚上有时候他回家 支大校园到他家要走 他害怕 我开车把他送回去 聊天 我就发现这个人非常Nice 年龄很大的一个女性 就会一问 你知道他以前学什么呢 莎士比亚的 研究英国文学的 转成医学 你可以看着他对医学 一旦热爱以后 认准这条路以后 他一个学文 学最古典英语 莎士比亚的 去改成医学 你想想他这条路走多难 39岁 三个孩子妈妈 在支大当Chief Resident 那个时候 所以我相信 我看了这一系列的文章 而且我的书架上 可以说三分之一的书 杂书 跟什么有关 医学史有关 跟艺术有关 关于艺术与医学 一系列的这方面的书 什么电影里头 你看电影 怎么看一部电影 这个电影是一个触发 精神病方面的电影 怎样帮助你看这个电影 了解这种精神疾病 精力分析 这一类的书 圣经 圣经里的医学 诸如此类的这些书 这些书让我对医学 对于人文 有更深刻的认识 这也是为什么 我愿意在明镜 做这些东西 我愿意平常 用很多的时间 不挣钱的时间 去爬格子 写文章 做科普 去写写段子 写写诗啊 甚至 就是因为这 我深刻在这个年龄 以前我年轻的 牛逼昏风 当外科医生的时候 也 这么考虑这些东西 但越到老了以后 我才知道 为什么美国那著名的 医学史书 精美的医学史书 都是一些退休的 内科医生 病理医生 外科医生 撰写的 到他们 到这个年龄 他们才能更深刻的 认识到 什么是医学 什么是人文 什么是医学 与人文之间的联系 这是我想说的 我想听听 王医生的意见 不要影响了 整个工作团队 何医生说的 非常非常重要 最重要的是 和美国比 然后中国 现在是 丑态百出 在这个 这个新冠病毒以前 然后中国 因为有钱 然后依据 这个百丑 然后因为有钱 就所有的都可以 包括 所谓的孔子 而儒家 然后这次 就丑态百出 就是我们 我们知道最成功的 还是西方的 基督教文明 和西方的 这个民主社会 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现在 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到了以后 就是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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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 中国共产党 包括中国人民 对西方社会来讲 就是一块臭肉 所以 那么 刚好 就是 中国也知道了 中国现在 就是 前不久 那个中国驻 丹麦的 这个大使说 世界也不光是 西方 我们还有 其他的朋友 还有非洲朋友 就是烂人 和烂人在一起 所以 没有这个 基督教文明的 这些人 就是烂人 滴滴到烂人 我们看这次 英国的首相 得病了以后 中国有40万人 40万人 40万人点赞 2001年 那个美国911的时候 然后中国是 一片欢呼 所以 你就看这种 人种 这种价值观 就是 中国人 他的核心价值 就是 人人害我 我害人 然后 这个 就是 这个 美国的核心价值 就是博爱 就是自由 就是平等 这个基督教文明 远远胜过 所谓的孔子 所谓的儒家 所以 这次很丢人 这次很丢人 就是 他们自己被 基督教文明赶出去以后 自己说 自己和非洲 是一伙的 没有任何前途 完了 我想纠正一点 就是说 我们不谈人种 这个因为 每一个社区 群体 人种里头 都有垃圾 都有这个 优秀人 这个人种的问题 可能不太好谈 但是我觉得 就是说 整个在现阶段来说 中国大陆 这个关于 人文教育 是极度的评级 非常的缺乏 在这方面 甚至是 完全就是被 那种血腥的 共产教育 洗了脑的 所以就像你说 那四十多人点赞 南方化以后 那个什么 在美国的记者 甚至叫好 举杯庆祝 如此类的 这种事 所以 这个是一个 非常悲催的事 是我们这个 群体 这个社会 造成的 从鲁信开始 就 鲁信先生 就对这种现象 进行了 这个毫不流行的 揭露和批判 那么 我相信呢 这个社会呢 尽管我也挺悲观 但是我还抱了 一丝的希望 这个社会 还有一些 有良知的人 像在武汉 我们就看到了 芳芳女士的 这个日记 但是现在又 令我非常失望的 就是 恰恰是这些 倒霉蛋们 来疯狗 一样的咬芳芳 李文亮一声 已经吹了哨了 死了 芳芳女士呢 不过就是 用很平和的 日记的手段 记录了一下 当时情况 现在呢 你看看这些人 这个疯狗的样子 这个群体 无法理 真是有的时候 让我也确实觉得 非常的 非常的失望 非常的 非常的 怎么说呢 无奈 是非常一种无奈 我希望呢 也正因为如此 我相信呢 每一次我做完节目之后呢 最后的一部分呢 我都会给大家 讲讲历史啊 医学史啊 通过这些历史 我们可以回溯到过去 而且历史会让我们 眼睛更亮 会让我们知道 过去是这样发生的 那么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跟当初有什么差别 没什么差别 黑死病那个时候 就是这样的情况 三分之一的人就这么 根本毫无 毫无这个 办法的就死掉了 SARS 1918 大流感也是一样 几千万人就这样死掉了 SARS的时候 同样 那么2009 0809 N1 H1 流感也同样 这次 比那几次都更悲催 死得更多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都可以回顾历史 看到这些东西 我给你们讲了很多东西 甚至包括一些批判性的东西 实际上 就是根据一些 common sense 根据历史 医学史 如果医学史以后 你知道 当初是这样发生的 那么这次的这个 演变情况 它还是这样演变的 那它的根源在哪 你就很容易看出来 而且我们应该怎么样做 才能避免这些东西 那这是很自然的东西 对不对 这是逻辑性的东西 但是你不去读这些东西 你就是一脑子降糊 那官方说 就是不人传人 什么什么 这个这个就多少人死了 多少人死 怎么可能啊 历史放在那儿 你怎么能违背历史的这种规律呢 违背医学这个科学的规律呢 不可能 所以我相信这个医学和艺术教育 与人文科学的教育 包括历史的教育 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非常的需要的 而且对于中国医学生 中国医生来说 都是极度缺乏的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民众 非学医的人来说呢 我相信在这个节目里头 会时而不时地给大家灌出去 每次都讲一点这些东西 让你们慢慢慢慢会意识到 医学不是说是 怎么样看病 怎么样看X光 怎么样看CT 怎样做手术 怎样给你开药 就是这 那不叫医学 那不是 那只是医学的一部分 绝大多数的病 是没有什么治疗的 除了外壳手术的一些病 绝大多数内科性的疾病 没有什么治疗 但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作为医生 我们更多的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避免医患的矛盾 这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 这样这个问题呢 跟人文科学的教育 艺术的教育 都是直接相关的 也正因为这些方面的教育的缺乏 中国医生的医患关系的紧张 双方之间的这个 沟通的欠缺 导致最后 砍医杀医啊 这些东西 医生的最后 不认为让自己的孩子学医啊 这个怪诞的 全世界都不会出现的 就在中国出现 这种怪诞的这种东西 这是必然的 这是导致 由于他们的 在这方面的 极度缺乏导致 那么现在 已经过了12点 那么我希望让导播 能够在这长期耗在这 那导播就把这个授权给我 我就掌管大家的话筒 那么我们可以接着聊 愿意在这聊的 从朋友 好不好 今天就到这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非常感谢各位的 IT名工举手 您说 哎 好的 那个是这样 刚才听了一下 何医生和王医生讲的 这个就是 就是 如果 那么 看 呢 我 们 对 随 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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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